在链中揣摩 在链中揣摩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尔尼公园 见到这里的环境是十分的优雅寂静 而且四处无人 于是我和我儿子 这种像活动活动的心情是游然而生 顺便做个游戏吧 活动活动 当然了 这藏尔尼公园只是一种游戏 一种娱乐之一 但是要在游戏中去体会和探讨一些全学中 和去告自己的全学修养 武学齐人王兴战老先生一再提示我 要把全学融入生活 在自然中求本 王老又提到不练拳不成 傻练拳也不成 就是要动脑子 在练中揣摩拳中之一 二位 世界人体表面的听觉和神移观音 它这种自然的本能的条件反处 要达到墨之为而为之 墨之志而志的 这是求 否则就失去了练拳活动的这个意 这就是许练你的听觉 当自由方的内阵要想发挥作用的时候 有什么目的起初的时候 通过皮肤表面 你听到了 即时的就有一种反应 但是这个东西呢 是内在的一种活力在起作用 从外形上你是看不出来的 这是在找劲 找点找劲 找你的反应 像王强正老先生 达到那个水平都一足一发 他真是望尘墨的 他那已经是高境界的东西了 我们现在只能够去求 去感悟 去揣摩 去揣摩 当然全是一种敏感 是一种感觉 感觉到上帝刺用你了 一遍有 感觉不到 很难能够完成的 很难能够完成的 还有连账 还有连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